水性成分跟油性成分 它们各有不同的 能够承载的精华的物质 也就是它们能承载各种不同的营养 能够存在油里面的 没办法存在水里面 能够存在水里面的 它也没办法存在油里面 所以其实你在补水很多的情况下 其实你可能只补到一半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跟很新的成分 非常棒的东西 其实只有靠油才能够承载 才能够补充到你的皮肤里 所以是的 补水跟补油一样重要 但非要说的话 我会认为补油比补水更重要 这个是我觉得 在补水跟补油中间 如果真要选的话 补油更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皮肤健康的 其实是油水平衡 然后我们也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为很多很多的实验 都可以发现 就是当你补了很多的水以后 其实水都只会在我们的表层 我们皮肤分好几层 水只会停留在这里 你补了更多的水以后 事实上你会引发的是 更多的水被蒸发 所以其实呢 我们需要靠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靠的是 我们皮肤的油脂 带成一个健康的油脂的 油水平衡以后 我们的皮肤自发的 把皮肤表面的水锁住 所以其实要我说的话 其实补油比补水更重要 当你的皮肤的油脂够了 注意哦 不是泛油的那种油 当你的皮肤里面的油脂 是够了的时候 其实你的水分被抓得不要太紧 你即便什么也不干 你的水分要流失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 你想知道真正的答案吗 补水跟补油 一样重要 对好像没回答 一样重要当然是一样重要 可是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其实就我的角度来看 补油比补水更重要 为什么呢 水没有办法帮忙流住油 但是油有办法帮忙流住水